接牌 掌聲鼓勵鼓勵 我們以品格為最優先 然後知識力跟品格配合 大家如果看一下這個十二堂道德課上面 裡面有道德也有知識的部分 也有社會智能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冥冥之中有一個安排 讓我們能夠跟張文華基金會 能夠這樣一個緊密的合作 那我也很希望未來 我們在陳校長的帶領底下 能夠讓我們的孩子 能夠讓我們的社區 也都遵從了當初這個 當創辦人他的一些理念 能夠把這個學校經營得非常好 能夠對這個社會有所貢獻 今年剛好是莫拉克風災十週年重建 那我覺得更有意義的是 身為當時重建學校之一的 江湖生態國中小呢 在今年邁入了公辦民營的新紀元 那我們希望未來這個學校 在我們張文華基金會 還有陳志基金會的攜手合作之下呢 會有更燦爛的未來 為雲林的子弟還有江湖社區 給他們一個崭新的教育原地 同時也希望江湖能夠保持 偏鄉學校的競爭優勢 為台灣的公辦民營學校 開啟新的里程碑 謝謝 我們很清楚知道說 雲林縣的資源不足 所以偏鄉不能讓它稱為偏鄉 所以數位學習這個事情 在我們未來這個學校裡面 我們會作為標杆 這也是我們必須給自己的一個責任 那陳志教育基金會 基本上就是以數位學習為一個起家 我們相信未來在我們這個數位學習裡面 可以讓我們偏鄉的孩子 不再成為偏鄉 甚至成為未來台灣 甚至雲林縣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推薦基地 國際教育非常的重要 孩子不能一直在偏鄉 必須透過出去回來 這樣的一個歷程 讓孩子看到 所以我們也請到錢超明教授 他希望把張虎的一個所有的英語 以及未來的一個所有的 這樣的一個學習 導入到我們那個教學裡面 還有更大的責任就是 要把社區跟學校共好這個事情 未來在這個偏鄉地區 我們會逐年逐步的 慢慢的推展出去 張虎生態國中校今天 是以公辦民營的方式 來揭開這個儀式 期待這所學校是在我們 城市教育基金會 張榮華基金會 合力來促成的 尤其是在整個 莫拉克颱風的過程當中 歷經了十年的建造 大概建地是二點多公頃 花了一億七 這樣的一個經費 來建造一個 在地形地貌非常困難的 一個情況下 來建造完成 所以這所學校可以說是 非常的美輪美奮 我們張虎生態國小 轉換成張虎生態國中校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外面的 資源的挹注 希望這個學校 未來絕對是一個 非常有競爭力的學校 我們也希望這所學校 跟我們社區來結合 我們一定要讓這所學校 成為一個標竿 成為一個模範學校 我相信偏鄉絕對不是偏鄉 偏鄉未來是一個 非常有競爭力的學校 誰的周圍 讚 讚